你為什麼可以說是瑪莎最忙呢 因為你又是策載人嘛 你是五月天的團員 你要巡迴嘛 然後你還是同時身兼好幾張專輯的製作人 然後你又是孩子的爸爸 對 之前是真的五月天的巡迴工作會非常的忙碌 這樣長次也很多 然後飛行的時間也很多 然後反而在這兩年疫情的時候 忽然五月天的一些工作停了下來之後 就自己覺得好像可以找一些事情來做 然後這本書也是覺得 好像疫情沒有什麼事情做 就也找些事情來做 結果比平常更忙 對 結果發現後來 工作弄得比在五月天的時候還要再做這樣 因為坦白說因為五人在一起工作很久 然後說實在的也比較沒有機會 會去接觸到 別的領域 對 別的領域的一些朋友 那我自己覺得就是 跟一些不一樣的領域的朋友 就是工作下來其實學到了蠻多的東西 要不然就是 五月天本來就是在一個象牙塔裡面 對 還有我們五個就是一個很可怕的小團體這樣 開始工作的時候就大家都保護得非常好這樣子 所以好像我們都一副不問人間時事人 沒錯 我自己其實蠻心虛的 因為我不會覺得就是 到底誰會對我這個人有興趣這樣 就是現在因為網路的關係 我覺得大家好像沒有什麼音樂的共同記憶 或某個時代的共同回憶這樣 譬如說我們自己會提到Michael Jackson的時候 可能我們這一代會提到 有一年我們去那個台北市立體育場 看他的演唱會 然後大家都很空洞 對 然後有人存錢買票 因為那時候我記得最貴的票一張四千多 對很多人來講是一個蠻高的價錢這樣子 然後 可是現在好像比較難有這種的感覺 我覺得應該沒有想過 從小我就不覺得自己是一個有音樂天分的人這樣 在小時候整個成長過程中裡面 我跟音樂有很直接的關係 大概就是參加 我想應該很多人都有這個經驗 就是參加班上的節奏樂隊啊 或學校的合唱團這一種的 我頂多也大概就是這樣子而已 幼稚園大班或國小一年級的時候 對 然後就是就跟隔壁的打架 隔壁有男生嘛 那男生玩一玩就開始打架 那打完架回家之後可能 就也沒事做嘛 因為爸爸媽媽同樣都很忙 所以就會自己在鋼琴前面 自己彈很久 然後什麼都會拿來 一直到長大之後回想我小時候的某些事情 我才自己覺得怪怪的這樣 我覺得搬家這件事情 反而是你無法累積朋友 因為你就是那個 因為我那時候大概兩年就搬一次架 所以其實那個朋友就是國小的時候嘛 就是大概兩年之後就換了一個新的房間 對 那後來真的就是 在我開始聽流行音樂國小或國中的時候 你只要在房間裡面啊 反正每天都一定要回家寫功課嘛 那時候又有升學壓力嘛 那念書的時候總得就是 就是我自己會習慣聽音樂或聽廣播這樣子 有決定權你要聽什麼樣的東西 然後你想要聽多久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反而是自己找到另外一個世界 那應該蠻多人都知道 因為阿信也留級了 因為他是我前一屆的社長 然後他留級了 對對對 然後最好笑的是 阿信的前一屆的其他社長也留級 早就留級了 對對對 所以後來那時候我被選上當社長的時候 學長就大家都跟我講 那你準備要留級了這樣子 可是的確那時候我覺得從 國中的那種升學壓力之下 當你進到副中 然後碰到那樣一個環境很自由 然後學長們在玩社團這件事 都玩得很瘋狂 然後幾乎都沒有花時間在念書的時候 你真的會一頭整理就踩進去 當社長那一年 我的確也沒什麼在念書 然後因為那時候阿信的確就是 在我前一任社長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跟創舉這樣子 然後自己身為學弟當然也覺得 我很輸 結果後來留級之後心裡超難過 我難過超久 壓力跟挫折很大 我好像是倒數第一屆還第二屆 還有留級這個制度 在我後來就沒有留級這件事了 如果要組團真的 真的選BASS好嗎 我覺得還不錯 真的嗎 你知道一開始玩團的時候 是高中的時候 我如果知道以後 我真的會成為五月田 然後我們真的會發唱片 然後會做這麼久 我搞不好不會想要學BASS 那個時候真的就是 我們已經有兩個吉他手 關手跟石頭也都彈得很好 這樣子 然後我們也有一個鼓手 那阿信吉他也很好 這樣子 然後他就當主唱 這樣子 對 然後還可以唱 對 那就剩我沒事情做 所以他們就跟我講 不然你去彈BASS好了 你覺得李宗盛對你的影響是什麼 我覺得除了在音樂的專業上 這個絕對是無庸置疑的 另外一個對我影響最大的 應該是幽默感這件事吧 他都已經在這個地位了 可是他在面對很多事情的時候 其實還是很謙虛的 對 然後也會覺得自己 其實不像大家口中 講的他說什麼 大師啊 大哥啊什麼的 然後他也是都笑笑的看待 真切這樣子 但是現在葛大維稱 你是音樂圈的福德政神 他開玩笑的 這看起來比大哥程式高很 沒有 怎麼可能 沒有 他開玩笑 音樂圈比較好找的大概就是你 應該是吧 會到處去人家臉書留言的 我也是 我只是去拉薩 這樣子 對 就做一些平常的調劑這樣 對對對 我發現瑪莎這點超厲害的 就是我想他 他在這裡留言 他在那裡留言 他人緣真的很好 可是他那個時候人 應該是美國的半夜三天 對 我沒有 人緣沒有很好 沒有很好 沒有 就是因為人緣不好 所以只好這邊站一下 這邊站一下 其實一開始 坦白講我樂圈可以走到今天 我說真的自己從來沒有想過 就是誰會想得到 我書裡面其實有 有聊到我從來沒有想過 或有什麼理想說 我們之後會有那麼多的巡迴演唱 或是可以讓我做音樂 做到四十幾歲這個年紀 這樣子 這個 因為那個時候根本沒有樂團發片 對 然後有樂團發片 可是回想都不是很好 就是那時候最大的理想跟心願就是 五月天可以發一張兩張唱片 然後對著其唱片公司 讓我們大家去 各自去當一當檳榔 然後回歸到正常人的生活 就不要想太多 然後就會覺得 既然我走到今天 這些事情我從來都沒有想過 那我是不是應該更開放的去 嘗試更多不一樣的東西 我看到這個封面啊 你覺得怎麼樣 沒有露臉的封面 超帥啊 沒露臉的通常都最帥這樣 非常感謝社長 可以接受這樣子的封面這樣 可是我覺得這張還滿有某種感覺的 結果後來我們化妝師看到這張照片 當封面的時候就跟我講說 那那天我去幹嘛 你現在以暢銷書作家的身分 跟大家說說話好了 忘記你是五月天馬殺 所以如果撇除五月天馬殺的身分 我現在就是一個 暢銷書作家 一個作家的身分 對 謝謝各位 謝謝 可是作家不是都這樣嗎 要話很少 然後很有氣質這樣 好像是喔 對 不然剛剛記者會其實都是五月天馬殺的身分 也是也是 對 今天記者會真的非常謝謝 謝謝老師